看完两条经济资讯之后 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暑期 孩儿童上网安全方面的一条资讯 我的凤建议父母亲 可以通过免费的网络安全配套服务 让孩子们享受安全的互联网络 电信的最新数据显示 年龄在5到10岁的纽西兰儿童 至少半数都受到过 网络社交潜在或直接的威胁 圣诞节即将来临 有38%的纽西人人 计划购买4岁以下可用的互联网的设备 只有95%的人 对于互联网安全问题 表现出有信心能教导好孩子 经过专家表示 我们需要教育孩子们 正确认识互联网存在的负面影响 比如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到 网络上友善的朋友 可能仅存在于虚拟的世界当中 专家表示 父母也可以使用交互式的工具 引导孩子去区别一个 在线虚拟朋友和真正朋友的不同